恭喜!幸福路上荣获东京动画大奖首奖! 幸福路上送新颖导演荣获东京动画大奖! 图传影互动!二十万零一千八百零三点一三! 东京国际动画影展十二日傍晚公布东京动画大奖! 由宋新颖指导贵伦美配音的原创电影《幸福路上》不负台湾影迷期待,获得竞赛片单元的动画大奖! 是当晚奖项的最大奖! 东京国际动画影展今年网罗的来自58国,731件的作品《幸福路上》最后和去年荣获金马奖最佳动画长片的大世界一路颤抖,最终脱颖而出,成为台湾之光! 颁奖当晚,宋新颖导演从宋子鸟的导演道格史威兰德手中拿到这个大奖,使威兰德导演大赞,《幸福路上》发挥了动画所有最大的可能性! 充满想象力,跨越了很多时代,让人思考很多人生的意义! 对此,宋新颖导演激动表示,真的感谢所有电影的所有工作人员,制作一个动画电影真的非常困难,但我们被肯定了! 2010年回到台湾时,就决定一定要把这个故事拍成动画,如今看来是个正确的选择! 导演也期待《幸福路上》能与更多国家上映,让全世界看见这个台湾的感人故事! 宋崎聚、新海城、谢田首等多位导演,皆曾获得东京动画大奖的荣誉,曾入围过《奥斯卡小金人》的《海洋幻想曲》,《酷瓜人生》也皆曾名列年度竞赛单元之中,如今《幸福路上》也风光登上东京最优秀动画电影的殿堂!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